第3294章开启封神台 进入院子后 朝师父鞠躬行礼 坐把 雪衣店主转过身子 露出一张绝美地面孔 突破到灵神境后 不论是肉身 还是灵魂 来了一次巨大蜕变 站在那里 宛如一尊不识人间烟火的神仙女子 她能突破到灵神境 全是自己徒弟的功劳 柳无邪也没客气 坐在师父的对面 桌子上摆着暖炉 里面煮着鲜花酿汁的茶叶 雪衣店主正要为柳无邪侦查 却被柳无邪抢先一步 还是弟子来吧 柳无邪熟练地清洗茶具 浓烈的花香弥漫四周 前几日我去了一趟圣如院 替你算了一挂 雪衣店主轻轻挟了一口茶 放下杯子后 目光看向柳无邪 缓缓说道 关于圣如院的来历 柳无邪有所耳闻 里面居住的都是一些顶级老古董 其中不乏灵神境 之前店主也去过 占卜过柳无邪的命运 后来得到十六个字 天降其心 隔天万物 祸及千里 圣明开端 这件事情也是师父后期告诉自己的 挂象如何 柳无邪知道师父担心自己的安危 此番前去封神台 是生是死 谁也无法预料 喜忧参半 具体情况 雪衣店主没说 主要是怕给柳无邪 增加心理负担 柳无邪陷入沉默 心里很清楚 如果是吉卦 师父绝对不会是这个表情 很显然 这次挂象很不好 命皆天定 如果我命该如此 那便是天意如此 师父不必为弟子担心 此番前去 弟子一定想办法活着回来 柳无邪坚定一下眼神 对着师父说道 他这些年 经历太多的苦难 早已习以为常 再苦再难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走过来 你大师兄会陪你一同前去 路上的安全我不担心 进入封神台后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封神台中一共有九重天 只有灯灵第九重天 亲自推开封神大门 便开启了封神之路 雪衣店主为柳无邪讲解了 关于封神台中一些注意事项 自古以来 能成功登灵九重天的妖孽 少之又少 十万年来 开启了五次 但成功的只有一人而已 往前追溯几十万年 开启封神台不下几十次 而成功的次数 不超过一手之数 可想而知 想要开启封神之路 何其之难 最可怕的是 大部分进入封神台的天交 真正活着走出来的 更是少之又少 柳无邪细细聆听 以免错过一些细节 毕竟最近万年 没有人开启封神台 师父 开启封神台会持续多久 柳无邪再次为师父侦查 开口问道 时间不固定 有人一天便能打开封神之路 有人十年才从封神台中走出来 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相同 雪衣店主摇了摇头 毕竟他没进入过封神台 对封神之路的了解 仅仅是一些书籍上的东西 踏出封神台的那些天交 很少在天狱露面 有些回来不久 就登陵中三狱 跟师父聊了很多 见时间差不多了 雪衣店主这才站起来 示意柳无邪可以离开了 弟子告退 朝师父举了一躬 柳无邪离开院子 直奔出发地点 望着柳无邪的背影 雪衣店主浓浓地叹息一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中出现一枚挂签 挂签上面赫然写着柳无邪三个字 不过三个字被层层黑雾缠绕 仿佛无数厉鬼 随时能撕碎柳无邪三个字 直到柳无邪走远 叶老这才进入院子 主人为何不将实情告诉他 叶老很不解 主人为何不如实回答 这样小主人就不用去冒险了 有些路 终究要靠他自己去闯 雪衣店主摇了摇头 说完手中的挂签 化为一团黑色的鸡粉 消失在天地之间 殊不知 就在挂签碎裂的那一刻 一团洁白的光泽 从挂签深处一闪而逝 南宫瑶基以及众多长老 还有都天化 已经等候多时 小师弟 就等你了 见到柳无邪 都天化连忙上前 拍了拍小师弟的肩膀 这次他全程护送 主要是担心红天路上 对柳无邪不利 我们出发 南宫瑶基际出非洲 所有人乘坐非洲 前往风神台 随行的有15名长老 两位店主 架上都天化 阵容极其奢华 小师弟 你一定能顺利 开启风神之路 不要有心理负担 路上的时候 见柳无邪沉默无语 都天化拿过来两坛好酒 打算跟小师弟好好喝一杯 多谢大师兄的吉言 柳无邪接过酒坛 两人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非洲穿梭了一天多时间 来到风神阁所在区域 风神台就建造在此处 太古时期 风神台一共有两座 一座由天神殿掌控 一座由风神阁掌控 后来大战 天神殿的风神台被摧毁 只保留风神阁这一座 风神阁与天神殿的恩怨 也是由那个时候结下 具体恩怨由来 只有那些老一辈之道 此刻风神台四周 聚集几百万人 除了那些超一流宗门之外 无数二流宗门 二流家族 散修等等 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一睹盛世 爹 师父怎么还没到 人群中 站着一名中年男子 还有一名年轻少女 女子正是小千 来到天狱 已经快两年时间了 在父亲的指点之下 加上把天之体 修为土匪猛进 早已达到神将九重 为了让女儿安静修炼 圣玄庄主封锁了一切关于柳无邪的消息 任何人不得在庄内提及柳无邪三个字 直到风神台开启 这才告诉女儿 这才告诉女儿 她师父也来天狱了 包括这一年多关于柳无邪的所有信息 一五一时告诉了小千 得知师父来到了天狱 小千没任何迟疑 无论如何也要见师父一面 无奈之下 圣玄庄主这才带着小千 赶往风神台 应该快了 圣玄庄主摸了摸女儿的脑袋 一脸柔和地说道 各大超一流宗门高层 已经到了 他们坐在早已搭建好的高台上 风神台巨大无比 周围很干净 风神隔每间隔一段时间 就会派人前来清扫 逢长教 好久不见 玲珑树院院主走过来 跟各位长教 宗主 家主纷纷打着招呼 逢时长教翻了翻白眼 他们从雷火星刚回来没多久 也就大半个月时间而已 这些高层聚集在一起 代表下三玉最强战斗力了 那些二流宗门没有资格靠近 只能远远地望着 怎么天神殿的人还没到 洪家众多长老不耐烦地说道 家主之子洪琪 之女洪艳 女婿杨子庚 在雷火圣界被柳无邪斩杀 这件事情让洪家无比恼怒 如今还要被迫替柳无邪开启风神台 每当想起自己儿子死于柳无邪之手 洪宁气得就摔东西 这段时间 家族不知道被砸坏了多少桌椅 茶杯更是不计其数 最震怒的当然是坐在中间的风神阁 风神阁阁主年纪并不大 看起来也就四十上下 留着一撮小胡子 尚明轩就坐在他的左侧 阁主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只要柳无邪一道 便能开启风神阁 公园还有科尘两位长老 已经从朔月城赶回宗门 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朔月城了 风神阁阁主点了点头 让他们先退下 等了约莫斩查时间 一座非洲 缓缓降下 天神殿的人来了 人群传来阵阵惊呼声 无数目光 齐聚在非洲之上 第一个下来的是消觉 随后事都添化 出现的那一刻 一股狂暴的灵神之势 席卷四周 将周围那些杂音全部碾压下去 除了震哲那些萧小之外 更重要是震哲风神阁 让他们不要动什么歪心思 如今他们天神殿 除了老祖之外 可是拥有三尊灵神境 风神阁要是敢打小师弟的歪心思 羞怪他们不客气 果然 随着都天话释放出灵神之势 四周嘈杂声消失了不少 奇怪的是 红天没来现场 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众人陆陆续续从非洲里面走下来 最后才是柳无邪 跟南宫摇基根火融店主 你们快看柳无邪 他好像又突破境界了 聚集在不远处的那些修士 目光齐刷刷的看向柳无邪 相反都天话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都天话跟雪衣店主能突破到灵神境 那是柳无邪的功劳 只要搞定了柳无邪 就掌握了突破灵神之法 这才是大家最关注的 好强的魂力波动 这小子的魂力 竟然比我神君六众还要醇厚 一尊神君六众强者 发出一阵苦笑声 满脸的无奈之色 柳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贺雄还有曹猛直径走过来 热情帝跟柳无邪打了一声招呼 时隔半年多没见 没想到再次见到柳无邪 都快认不出来了 上次归原叫一别 那时候柳无邪还是准神境 再次见到 已经名震天下 见过两位前辈 柳无邪朝两人举了一功 进入天狱这段时间 他们没少照顾自己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 这次进入风神台 你有多大的把握 贺雄虽然年纪很大 但对柳无邪 一直都是小兄弟称呼 让柳无邪不用跟他们客气 论域灵术 他们两个还要仰望柳无邪呢 没什么把握 柳无邪苦笑一生 第3295章世界之门 对他们二人 柳无邪没什么可隐瞒的 师父就在他们谈论了功夫 人群中传来一道声音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少女 飞速奔向柳无邪 小千看到来人 柳无邪非常开心 立即迎了上去 弟子拜见师父 师徒相见 小千立即跪地 朝师父磕头 快起来 柳无邪连忙上前 将小千扶起来 圣玄庄主根在身后 朝柳无邪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师父 师娃他来天狱了吗 小千急破地朝师父问道 一年多没见 小千已经成熟起来 再也不是之前小女孩模样 尤其是回归家族之后 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之下 修为 定力 心性 以及性格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应该快了 柳无邪摸了摸小千的脑袋 一脸柔和地说道 随着天书压力越来越轻 相信用不了多久 天道会大批成员 都会抵达天狱 这方面南宫姚基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从天道会挑选一些 优质的苗子 加入天神殿 听到石娃没上来 小千眼神中流露出 一丝失望之色 师父 您的事情父亲都跟我说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 圣玄山庄坚决地站在您这一边 小千这是表态 放眼天下 谁都知道柳无邪跟风神阁不死不休 圣玄山庄能说出这番话来 着实不容易 您好好修炼 师父的事情 自己能解决 柳无邪跟小千聊了一会 回到了天神殿阵营 风神台即将开启了 各大超一流宗门 分战在风神台四周 风神阁阁主也不例外 开启风神台 需要数十名顶级神军 竟才能做到 而且各大宗门 都掌握了一些秘术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方能开启 无邪 进入风神台中间位置 南宫尧基站在单位上 对着柳无邪说道 是 柳无邪身体一晃 稳稳地落在风神台中间区域 劳烦各位了 南宫尧基朝周围那些超一流宗主拱手说道 既然我们签订了协议 自然按照规矩做事 冯使掌教先开口了 天神殿帮助他们归原教这么大的忙 就算没有请神卷 只要是天神殿邀请 他们肯定不会拒绝 接着是玲珑书院 白杨书院 他们对天神殿没什么敌意 纷纷做出回应 风魔谷谷主也来了 此人长相并非外面传的大恶之相 竟然是中年文士 看起来十分儒雅 就这样一个儒雅的中年人 居然同龄整个风魔谷 哼 红宁冷哼一声 他的儿子 女儿 女婿 都死在柳无邪手里 现在却要替柳无邪开启风神台 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风神格格主没说话 但英丽的眼神 足以说明一切 天离宫 云家 无心剑派 他们属于中立宗门 跟风神格也有往来 跟天神殿也没交物 开始吧 随着风神格格主开口 这些超一流宗主 纷纷打出手印 注入到风神台之中 风神台建造十分奇特 看似一座平台 实则中间凹凸不平 布满着纹路 随着大量的手印注入纹路之中 风神台上释放出一股强烈的光泽 柳无邪身处光泽之中 很快被无尽的强光给淹没 这种景象持续了数十席左右 各大宗门宗主纷纷收回双手 只见他们累得气喘吁吁 没想到开启风神台 竟如此消耗功力 等到风神台光束消失的那一刻 柳无邪也随之消失 这就结束了 聚集在四周的各大宗门 以及赶来的无数天骄 念念相去 他们以为开启风神台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么简单 看似简单 却也不简单 风神台连接天地 你以为那么容易打通天地连接吗 一名超一流宗门长老比仪的说道 那柳无邪哪里去了 周围聚集的那些天骄 议论纷纷 只能朝那些前辈们问道 他们此番前来 是想要看看 柳无邪能否打开风神之路 眼前出现的结果 显然超乎他们的预料 当然前往诸神之地了 能否获得诸神认可 就看柳无邪的造化了 云家一名活了万年的长老 断断续续地说道 何为诸神之地 众人是越听越迷糊 他们从来没听说 这个世界还有诸神之地 既然有 为何他们没去过 诸神之地具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诸神之地乃太古时期形成 曾经诸神遍布 后来引发诸神之战 才导致卫面破裂 形成如今的上中下三大天狱 包括仙界 凡界 都是分裂出去的卫面 而诸神之地乃至高无上的存在 依旧保留很多诸神遗迹 以及诸神遗志 甚至还生活着诸神时期的种族 云家这名长老 对着云家弟子说道 其他宗门天骄 全部凑到近前 聆听关于诸神之地的传说 如果柳无邪无法从诸神之地返回来怎么办 一名二流家族弟子开口问道 死云家这名长老 只吐出一个字 开启封神台 只有三个下场 一种开启失败 无法进入诸神之地 证明此人不受诸天认可 第二种开启成功 送入诸神之地 但无法活着回来 最终生死盗销 第三种不仅进入诸神之地 还成功获得诸天认可 最终返回天狱 柳无邪目前是第二种 成功进入诸神之地 能不能回来 谁也无法预料 根据古籍记载 开启封神台最快的记录 由封神格一名天才保持 进入一天便成功获得诸天认可 如今此人早已登灵中三狱 最慢的记录 则是十年时间 开启封神台十年后 才获得诸天认可 许多人早已忘记了他的存在 柳无邪只有一年多时间了 必须要在一年后 登上中三狱 寻找传说中的命运圣殿 破解元神上的雪灵咒 各大超一流宗主 集体离开封神台 每个人表情不一 殿主 我总觉得不对劲 这也太顺利了 南宫尧击回到人群中 孝爵还有火融殿主都走过来 小声地说道 按理说 封神阁肯定会百般阻挠 就算最后答应 其间也会各种给柳无邪制造麻烦 或者用言语来激怒柳无邪 从他们抵达此地 封神阁表现得一直很平静 既没有表现出愤怒 也没有说出一些过激的言语 仿佛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越是这样 天神殿反而忐忑不安 我也感觉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出来 南宫尧击轻轻汗了汗手 种种迹象上表明 封神阁完全按照 请神卷上的要求 成功替柳无邪开启封神台 不仅天神殿觉得不对劲 其他宗门也察觉到了 封神阁的表现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算不能引发大战 起码会有一些口角之争 毕竟雷火圣戒中 柳无邪可是斩杀大批封神阁圣子 难道封神阁咽下这口气了 众说纷纭 谁也不知道封神阁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连一向脾气火爆的红宁 也只是冷哼一声 柳无邪跟他可是有杀子 杀女之仇 居然忍下这口气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你们不觉得封神阁太安静了吗 那些二流宗门强者 聚集在一起 私底下议论 确实有点不对劲 难道封神阁做了什么手脚 连那些三流宗门都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柳无邪此番前去 恐怕凶多吉少了 回到原处的贺雄无奈必叹息一声 谁都看出来了 封神阁肯定不会甘心 让柳无邪获得诸天认可 唯一能杀他的办法 只有借助封神台了 师父血一殿主突破到灵神境 试问放眼天下 谁能诛杀柳无邪 封魔谷谷主 回到原处后 率领门下长老还有天骄 离开了封神台 至于柳无邪是生是死 与他们无关 陆陆续续有宗门离开 封神阁的态度 让很多人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都猜测柳无邪无法活着回来了 这一切柳无邪浑然不知 被光束包裹之后 身体不受控制 竟然被一股强大的吸力给吞噬了进去 等到他再次恢复知觉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一座空旷的世界 而在这座世界的尽头 竟然还有一扇大门 这应该就是师父口中所说的世界之门了 一共有九重天 只要将九重大门全部打开 自己就能获得诸天认可 重新获得封神之路 望着远处的世界之门 柳无邪暗暗说道 迈着大步 朝世界之门走去 花费斩查时间 终于站在了世界之门面前 抬头望去 世界之门要比他想的还要高大 伟暗 一眼望不到尽头 好大的门户 柳无邪从未见过如此之大的神门 纵然是玄品之门 也不及万分之一 伸手朝世界之门推去 不论柳无邪如何用力 都无法推开第一扇世界之门 难道我注定无法获得诸天认可 柳无邪不经眉头紧皱 如果打不开世界之门 自己将永远被困其中 尝试了好几遍 每次都无功而返 最终柳无邪只能仔细打亮世界之门 希望能发现一些端倪 是方式与cem Volk 自己专门 行偶尝 我才 Ris